替祖姐嫁给魏侯这些年 我鞠躬尽瘁 是上下称赞 当之无愧的侯妇人 人人羡慕我的好命 直到魏侯为迎娶我的祖姐 不惜让我服毒自尽 在睁眼时 我重生在了被逼替嫁的前一夜 我敲响谢家那位哲仙表哥的门妃 忍着眼泪道 我不想嫁 她披一开门 看着走投无路的我 淋淋开口 那就不嫁 一句远诺 从此刀山火海 她给我撑腰 被敌军俘虏的第三月 我收到了魏侯和祖姐的婚讯 魏侯魏巡和精灵薛云 大婚的消息人尽皆知 乱世之中 世家豪族联姻本不过寻常事 前提是 如果魏巡没有一个 为了替她疏散百姓 而被敌军扣住的侯妇人 敌军主帅早就放出消息 让她用三成换我回去 魏巡迟迟没有回应 直到今日 她才派来使臣 带来了两件东西 一件是给主帅的口信 笑她只会用居居妇人来拿捏王侯 她不可能会为了我 割让出三座城池 一件是给我的 是一包用来自尽的砒霜 使臣替魏巡传话 她说 阿运 是我对不住你 我来世尝你 仅此一句 别无他言 被困敌军数月 我日日遭受刑罚 生死不能 我等阿党 等到我的军侯另娶了妻子 等到他给我送来了砒霜 盼我自尽 他告诉我 来世再补偿我 三月前 我仍然是魏都最被女子艳羡的魏侯夫人 因我并非世家大族嫡女出身 不过是精灵薛氏庞之末节所出 却能极其幸运地替代祖姐 嫁给了年少掌权的魏巡 少年一起 金戈铁马 从此人前风光无比 没人知道人后 我要经受多少的磨难 因为替嫁一事 魏巡一直不肯承认 我是她的妻子 从未正眼看我 没有她的支持 我出身又微末 在魏都几乎举步维艰 我要亲自春耕夏田 已是女子方德 我侍奉婆母 多年如一日 从未出错 我知道魏巡心怀天下 便那样努力地做好一个侯夫人 赢得魏都上下赞誉 我以为我努力 就能做好 但不是 至少魏巡不认为是 夜城动乱 她将我留在城中 以此稳定军心 哪怕她知道乱军不日就要抵达 哪怕她知道我不过一介女子 魏巡临行前 我喊住她 袖中的手都害怕地在颤抖 我问 君侯 你会来接我吗 魏巡回头 腰间佩剑和假衣相碰 她说 会 她骗了我 直到城破 直到我为疏散百姓 被敌军扣押三月 她也没来 从始至终 她都不会来接我 因我无论如何出色 都并非她所洗女子 我没能想到 被披霜堵死后 我回到了替嫁给魏巡的前一夜 身上还穿着嫁衣 这一年 我才16岁 薛家的人守在我身旁 半软半硬地威胁我 那可是魏猴 嫁过去是颇天富贵 要是耽搁了 别说是你 你爹娘的性命都不薄 精灵薛氏 名门望族 我家不过是不知何时被分出去的旁之末节 小门小户 却有一日被本家的人找上门 说是本家的大小姐少了玩伴 我娘正烦恼我的轻视 希望我能借此机会 在精灵找个如意郎君 一拍即合 临行前 她又欢喜又愁 一会说 精灵地广人节 好儿郎也多 你去看看也好 一会又说 阿运 要是精灵的人带你不好 你就回来 娘一直在呢 她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我再也回不去了 因为薛家根本不是来给薛云找玩伴 而是给她找替价的人选 我一到精灵 就被逼着穿上了嫁衣 薛家的人日夜看守 唯恐我跑了 从那以后 我的人生再没有选择 我无路可走 但也许有一条路可行 我趁看管的婆子不注意 用磁针打昏了她 从窗子翻了出去 如果我没记错 后来挂有六国相印的谢灵 此时就借住在薛府 君子端方 不外如是 我不知道她住在哪 只知道她爱傍水而居 我拼命地往薛府壁湖的方向跑 全身都是汗 当初未寻因我替嫁之身 几次想要降罪于我 若非谢灵开口 我难逃一劫 若能找到谢灵 也许她能够帮我 薛府立的灯逐渐亮闹起来 侍卫婆子全都出洞巡查 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 不知道谁喊了声 在那 我撞进湖边小柱 拍响了一扇紧闭的门飞 已经有管事带着人 停在小柱外头 如有所顾忌般不敢进来 下一瞬 门飞被人从里打开 劈一起身的谢家公子 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力竭地说不出话来 只有几个字哽咽出声 我不想嫁 你能不能帮帮我 身上的嫁衣早已奔跑刮破 满脸汗一斑驳 薛家的人说 嫁给魏侯有破天的富贵 没人说 我会十年如一日地遭遇冷戴 骑士和苛责 不得善终 小柱外的管事扬生 谢公子 深夜跑出的新娘子打扰到你了 小的们这就把她带走 她置若网闻 垂眸看着我 谢灵像说给我 也像是说给身后的人 月光落在她脸上 她说 那就不嫁 穷途末路 一句允诺 从此刀山火海 她给我撑腰 未曾食言 谢灵给薛家的老太公 送去了一封守信 又让侍女带我去沐浴更衣 等我出来的时候 她正在廊上煮茶 门庭大开 屋内垂地的白沙被夜风吹动 木鸡踩在长廊上发出清响 我小心地在谢灵对面坐下 周围安静如水 就像半个时辰前的喧嚣追逐都没发生过一样 只有我身上樱桃窜出的伤痕隐痛 提醒我 不是梦 已经是三更天了 等天亮了 就是薛家送亲的时候了 却看见远处洗灯亮起 仆役仍然在操持婚宴 薛家仍然要嫁你 我攥住身侧裙摆 声音发紧 问 谁要出嫁 下意识有恐慌感 慢上心头 我怕薛家到天亮了 还要来抓我回去 我怕谢灵说的话 临时不作数了 她将煮好的茶推到我面前 这是一盏安神茶 谢灵偏手 却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她回答道 薛云 本该嫁给魏猴的人 我正住了 本该就是这样的 和魏猴有婚约的人 本就是我的祖姐薛云 可是她嫌弃魏都帝是阴寒 不愿嫁 就这样简单的缘由 断送了我的一生 我替嫁当晚 魏猴拔剑刺穿我的盖头 渐渐差点捅穿我喉咙 她一字一顿 你并非我要娶的妻子 往后婚姻十年 我未有一日安宁 谢灵把一切都拨回到了 原有的轨迹上 这次 薛云自己会嫁给魏猴 十年魏都寒冷 我不必再经受了 我看着谢灵的眼睛 刹那之间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急忙低头接喝茶的模样遮掩 谢灵说 喝完这杯茶 再睡一觉 我送你回家 身更漏重 我回到命运急转深渊的那一天 有个人说 她会送我回家 我换上了离家时穿的衣服 是我娘亲手给我缝制的 精灵乃至未都的丝绸紧断 终究不适合我 直到坐上马车 我仍然探出窗询问谢灵 眼睛很亮 表哥 我们是回秒线吗 薛家和谢家沾亲待故 若真要攀上一点关系 我得喊他表哥 连随行的小丝都有点响叹气 谢灵抬眼 不知第几次回答我 竟然有一丝无奈 是 是回秒线 是回我的家乡秒线 要回家了 我放下车帘 忍不住的雀跃欢喜 前世替薛云嫁给魏猴 远家千里 我想着 总有一日能够回家 但没有 到死都没有 马车行进了两日 在丹水旁停下 秒线就在渡过丹水的另一侧 薛云差阳错 遇上了薛家出嫁的队伍 薛云要嫁到魏都 也要渡过丹水 他比我们早出发 却因为船只坏了 一直停住在此 正巧碰上我们 可以和我们同乘一船 薛云是最后上船的 我站在甲板上 只能看见他被 蒲一细心错拥着 却一把掀了头上的盖头 仰头看谢灵 这还是我第一次 当面见到薛云 我知道他是薛家 最受宠的女儿 是精灵最受艳羡的女郎 是魏寻十年忘不了的女子 我曾因他被活活毒死 却独独没见过他 薛云如风中芙蓉 泪眼婆娑 他对谢灵说 表哥 我不想嫁给魏寻 北边那么冷 更何况 魏寻还有是父是兄的名声 谁知道他会不会连妻子都杀了 你能不能帮帮我 谢灵不语 他的小丝替他回绝 表小姐 薛卫两家 本有殷亲 更何况你已然出嫁 不是就能到达魏地 就算是我家公子 也没有办法 薛云轻声细语 有办法的 他余光撇过我 事到如今 他依旧没拿正眼看我 我想 他猜出我是谁了 就是被骗来薛家 原本要替他出嫁的旁戏宗女 薛云道 你身旁女子 本就是来精灵寻一门好的殷亲 可惜身份低微 精灵的好儿郎都看不上他 若能替我嫁给魏侯 其实也是他高攀 不失为两全之法 他的话还没说完 谢灵疏冷一笑 只是三个字 滚下去 薛云不可置信地睁大眼 他从未想过 会从谢家如折仙般的表格口中 听到这三个字 谢灵道 你避之不及的殷亲 却要他人替你受苦 薛家世代公亲 竟然生养出你这般蠢坏女子 滚下去 免得脏污了我的视线 轻描淡写 字字厌恶 不知为观的人 谁讥笑了一声 薛云往后踉呛了一步 差点摔倒在地 谢灵才灌精灵 一句蠢坏叛语 足够让他颜面鸣声尽失 我默然看着他狼狈哭闹的模样 只是突然想到 原来这就是未寻想要的妻子 船翻扬起 江水滔滔 我一上船 先将船夫伙计一一看过 又找来仆妇布置房间 吩咐火时 我借了船中厨房 想要给谢灵做一碗蟹粉糕来感谢她 给我打下手的小丫头是船上的 瞪大眼睛问我 你狼 虽然替嫁听着不太好听 但那可是胃猴啊 我要是能嫁给哪怕小官 都已经很满足了 她还年轻 很多事还不明白 前世的时候 整个魏都都羡慕我 我出身不好 嫁得胃猴却不好女色 年少英才 我无数次凝望胃猴背影的时候 也在问自己 薛苑 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直到我被困敌军 收到胃猴送来的披霜时 才知道 这不是我想要的一生 我的一生 不该是这样的 时刻努力 却常觉绝望 小丫头看我失神很久 在我眼前换了晃手 打了个哈欠 你狼 你不愿意嫁胃猴 你要嫁什么样的人呢 谢粉糕已经蒸好了 我小心地装盘好 小丫头以为等不到我的回答了 蒸笼雾气缭绕中 我低垂眉眼 我说 要嫁一个很好的人 不必乱世诸侯 不必权倾天下 荣华富贵 非我所求 只要她对我好 能在世间相扶相持 这就足够 谢灵在甲板上铺设棋局 闲敲棋子 面前正是一副残局 我伸出指尖 替她唠子一处 刹时间 冰霄雪蓉 棋局已解 谢灵抬头看我 眼中有争忠惊艳之色 我把一碗蟹粉糕放置在她跟前 我现在什么都帮不了谢灵 只能借这碗糕点来聊表心意 前世她也是吃过我的蟹粉糕的 当时卫吼为招揽谢灵 知道她想念南地饭是糕点 命我这个同样从南地来的军侯夫人 做了蟹粉糕给她送去 以示重视安泽 她当时就很喜欢 但她只吃了一块 其余不肯再动 因她看见了我手上包蟹滑出的伤痕 看着我坠坠不安的眉眼 许久才到 口腹之欲累积他人 并非我愿 军侯夫人 抱歉 她是第一个在卫都和我说抱歉的人 重生后 谢灵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现在还什么都还不了她 只能用一碗糕点聊表心意 而且船上打下手的小丫头手脚很麻利 我这次的手也没有伤到 我正看着谢灵垂眼吃糕点的模样 却听见她开口道 薛云所说 不必放在心上 我挣了下 才想起来薛云说了什么话 她说我身份低微 说我攀附婚时 说精灵儿郎都看不上我 其实也没说错 到精灵当天 薛福有焰 我出来乍到 闹出好大的笑话 差点被扫地出门 但谢灵抬眼看我 她认真道 精灵之人 于府自傲 阿韵姑娘 是精灵配不上你 不是你不好 是你太好 有酸涩感 一瞬间涌上我的心头 我起身看江 单水辽阔 正是下午时分 水中倒映云雨霞 江峰拂面 却见远方引引一道黑痕 仔细看才发现 竟然是连城一线的船舰 乍一看 还以为是商船 谢灵却骤然起身 打出谢家的旗帜 能跟着谢灵的护卫 也并非常人 反应迅速 唯有船主一屁股跌在地上 面色惨白 遇到水匪了 护卫烦道 我家公子在 你怕什么 单水有水匪霸主 杀人如麻 官府围剿多次无果 前世我替驾渡河 也遇上过水匪 不过还好有惊无险 周围人都在忙碌 我却轻轻开口 不是水匪 谢灵转头看我 我伸出手 指着那越来越近的大船 是卫猴的船舰 悬木为底 黑旗坐翻 等船进了 船头会有悬鸟印记 大家都松了口气 毕竟谁都不想遇上水匪 只有谢灵突然伸手 扶住我的肩头 我才发觉 我早已浑身颤抖 谢灵道 薛运 我在 她不知虔诚往事 只知道我一提胃猴 就恐惧不已 只此一句 已经足够 不会替驾胃猴 不会被活活堵死 我会有很好很好的一生 谢灵下令改刀避开 却有尖刀船快行拦路 我于二楼船舱上俯视 只见尖刀船上随从避让 从中间登陵船头一人 悬疑飞闻 龙姿凤章 眉眼如寒夜骤心 卫猴 卫寻 多年后的乱世雄主 天下皆称一句 君侯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此时会出现在丹水 前世根本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心悬一线 然而卫寻只是隔船高声询问 阁下可是从对面精灵来 不知薛家送驾的队伍是否已经渡河 他轻描淡写 本来该早些来接他的 只是顺道轻了路上水匪 耽搁了些时间 我正住 这才注意到尖刀船身尖上的血 卫猴身后浩浩汤汤的船身上 净缠满迎亲的红枝花 卫独远在千里之外 谁能想到卫猴亲自迎亲 卫宝新娘路途平坦 竟剿面一江匪贼 谢灵回道 薛家女还未渡河 得到回答 卫寻才松了口气 自嘲道 这就好 我未过门的妻子是个脾性大的 我怕我不来接她 她会生我的气 分明抱怨 却唇脚带笑 卫寻正欲命尖刀传离去 却在转身之时 撇见了甲板 小几上还剩下的泄粉酥 正如长风倒涌 江水起浪 卫寻默然停住 连呼吸都顷刻置住 她慢慢道 一字一顿 谁做的糕点 谢灵并未回答 灵灵道 江南鸣点 人人都会做 很多人会做这种糕点 但卫寻只知道一个人 爱将蟹粉酥捏成开口螃蟹模样 但凡想起那个名字 酸涩男人 悔恨莫及 几乎瞬间将她给淹没 卫猴腰间佩剑出窍一寸 先前厮杀血迹犹在 她兵冷下令 搜船 有谋士提醒她 君侯是谢家的船 谢灵这才站起身来 往前走几步 尖刀船上的人才得以见她全貌 谢灵才贯天下 王孙贵族无人不识 即使是卫猴 也不能强搜她的船 两箱僵持之间 谢灵疏呼一笑 却由小丫头来收拾桌子 凡闷道 这是我做的 包螃蟹包了一下午呢 大人要不要来厨房 看看我怎么做的 她小声嘟囔 一盘开口笑 谢粉酥就动刀动枪 你们为地人真奇怪 怪不得薛家小姐出嫁时 还哭哭啼啼的 在码头还要拦住 我家公子不想出嫁 还好船坏了 未寻脸色极变 天下之大 形似高点不可胜数 她知道自己太过卑躬蛇影 只是不愿出现一点纰漏 她在意的是小丫头的后半句话 薛家女郎哭了 未寻垂眸 痛上心头 她不想出嫁 但没关系 什么都还没发生 一切都还来得及 来得及对她好 来得及爱她 来得及还她一事无忧 谢灵早已默然看她神色许久 平淡出口 魏侯已是黄昏 正是迎亲良辰 再晚些 要错过了 魏侯做了个手势 尖刀船立刻回转 如刃般破浪行驶 离去前 魏侯如有所感地抬头 向二楼船舱的方向看来 但除了被风吹动的门帘 没有 什么都没有 空空荡荡 她错过了 重生的并非只有我 还有魏侯 千里奔袭 蓝船问高 如非她拥有前世记忆 别无解释 前路如单水波涛未定 我不知道魏寻重来一次 想要做什么 但我想要避开她 船将靠岸 秒线就在眼前 下船时 我默然提群回首 泪中带笑 江峰浩荡 谢灵提灯为我照录 谢表哥 你知道吗 你不只帮过我一次的 谢灵正著 前世 嫁给魏侯的第六年 我因早年陪魏侯振继洪灾受了寒 多年无所出 祖老邀魏侯纳妾 那的是汉氏郡主 那段时间 魏侯正忙着四处征战 我替她整理行装 临行前给她记下河的棺带时 她嘱咐我说 郡主身份尊贵 有时做事难免过分 你多忍耐一些 她垂手 用唇蹭了蹭我的眼睛 阿运 回来给你带江南出贺 我目送她大步离开的背影 目送这样多次 她从未回头 魏寻和魏都 精灵的每一个人 都一样 从未看得起我的出身 郡主不愿作妾 她带了思君 一同来了魏都 她想做的是魏侯夫人 每逢春耕 我都会亲自下田 和普通农妇一起耕种 以此鼓舞为地农士 郡主一把火烧了耕田 趁乱掳走了我 如猪狗般丢在城外屋水池中 溺死之际 当时的谢相谢灵就吓了我 我攥着她的手 烧得糊里糊涂 我连眼泪都发烫 我不想在这里 她问 那你想去哪 我抿着唇 说不出话来 不在魏都 哪里都可以 可我不能走 我爹娘都在薛家手中 我在魏地已有六年 魏侯不会允许我走 后来魏侯闻讯回城 震怒朝野 魏我配了司君 郡主次日暴毙 魏侯远诺我 至少三年内不会纳妾 魏地女子艳羡我得此殊荣 只有我知道 魏侯本就无心女色 但她总有一日会兴取身份尊贵的妻妾 我迟早会不得善终 我从未那么悲哀地意识到 我的夫君是个乱世雄主 只是他 从未对我有过一丝怜悯 谢相却因为我遭受牵连 他平生洁身自好 未曾纳取妻妾 一身白衣 却挂有六国相印 有传闻道 他是因为爱慕魏侯妇人 才愿意留在魏都 魏寻听了很不高兴 也不需我再见他 直到有次公道相逢 我先开帘子 向他道歉 此中传闻 皆为荒谬 谢大人 不必放在心上 他只是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 那你想去哪 是那日他就下我时 问我的话 如果不想在魏都 你想在哪 谢灵抬眼 譬如天上脚跃 他微微一笑 如果 并非传言呢 如果 他留在魏都的缘由 并非传闻呢 明明秒线近在眼前 我却止步不前 未寻来是汹汹 如果他真是为我而来 秒线不是什么难找的地方 最好的办法 就是继续在谢灵身边 但这话难以启齿 两事加在一起 我欠谢灵的太多了 他一生顺遂 我这样薄弱之人 不知道何时才能还尽恩德 江水荡船 夜灯飘摇 不能再拖累谢灵了 我已经准备下船 就此别过 谢表哥 多谢 阿韵今日势单力薄 报不了恩 来日必定节草闲还 谢灵垂眸 只能看见我眼里映衬的灯火 忽明忽暗 他突然开口 有报恩的机会 我正逐 谢灵道 我还要去乌州 我身边的人都没有你细致 见识广阔 阿韵 你能再陪我同行一段路吗 他下来聪慧 不会看不出我的惶恐 也多半能猜出来 我与卫侯有救 但他一直都不问缘由 分明素昧平生 却因我与薛家生戏 和卫侯交锋 连现在身一元首 都是用这样柔和的话 我忍着眼泪 谢灵 你这样帮我 若我是个很坏的女人 怎么办 谢灵轻声否认 你不会是 他不会说 他一直在做一个梦 醒来后什么都记不得 只知道有意你子格连而坐 卸想 我不能走 为地平寒富如 蓄我照料 除我之外 朝中无人会为他们说话 为侯好战 我能指他杀意 少生战事 大人一身清白 不必和我有所牵连 免得史书后人谬论 我的自由并不重要 若有朝一日 你回到江南 记得为我向我父母 报一声平安 已经足够 所言语句 都是他人 冒笔穿山 心善如水 他比世上 每一个人都要善良 都要坚韧努力 但他并不快乐 谢相一生顺遂 唯有遗憾 遇见他太晚 没能带他离开 他是个很好很好的姑娘 却未能拥有 很好很好的一生 乌州正发大水 谢灵通天小弟 是乌州刺史请他来 改建河道疏通水患的 他日日披戴缩衣 早出晚归 我以为谢灵要我帮忙 是客气话 没想到谢灵 真将我引荐给刺史做事 前世余未多 每逢天灾人祸 我都要替魏猴调度前梁 抚恤灾民 百命而无疏漏 乌州水患的后勤事物 对我来说 也不算特别难事 联系富商 搭建灾民棚 开梁仓氏周 每步我都亲眼盯着 不多几日 眼下就清黑一片 本是未报谢灵恩情 却逐渐感到幸福 这里的每个人都叫我 阿运姑娘 阿运姑娘 昨日我家孩子风寒高热 幸好你请到刘大夫 阿运姑娘 你和那些夫人小姐 都不一样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阿运姑娘 幸亏你在 没人敢从中克扣米粮 阿运姑娘 多谢你啊 其实在魏都 不是没有这样的赞誉 魏猴有良妻 德才皆具 但他们每一个人 都喊我 魏猴夫人 人人知晓 我是魏薛士 无人知我本名阿运 我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只是 魏魏猴的江山 天砖家娃 英语连绵未停 我来诗州的路上 还救下了 被困水中浮沫的小孩 因此一身黄泥脏污 掩盖在缩衣之下 不能经手饭食 只能将诗州事物 夹以他人 我靠着梁柱 困倦地睡着了 梦见了我前世死后场景 魏帝千里福岗宿 数月奏哀悦 王城里人人幽容 史官落泪 为我猎王后传记 魏侯毁婚 不愿再与豪墙联姻 他的妻子 从始至终只有一个 受过我恩惠的百姓 替我自发修建林墓 魏侯于墓前杀了赔自己多年的战马 约 六匹神居 护他魂归太虚 他不眠不休 亲自刻碑 碑成之日 有血昏绝不起 碑上有我平生事迹 还有我的名字 世人才因此知晓 魏侯夫人本有姓名 薛韵 我叫薛韵 从旧日一场大梦中醒来 已是第二日天明 我已被人送回住所 身上换上了洁净衣服 雨彻底停阙 唯有眼角一二滴水 我急急忙忙起身往外走 长发披伞 睡迟了 立官还等着我做事呢 却在经过庭院时被喊住 谢灵浅浅一笑 阿运大人 能不能陪我这个闲人 用一次早饭 他叹了口气 我好几日没能和你说上话了 清透阳光穿过 譬如朝露 河道已经修筑好 洪水已经退却 只是路上尚有积水 索性只是天灾 未曾酿成人祸 乌州人都很高兴 恰逢自是清理府库时 发现一苍樱花 还未被水浸湿 昭告全程今晚然放贡赏 我和谢灵都已劳累许久 正好借此机会放松一下 只是夜市繁杂 乌州风气朴实 我和谢灵走在一起 被不少商贩认了出来 抢送的东西塞到我怀中 我还没走两步 已经抱了满怀东西 谢灵看我手忙脚乱 眼眸带笑 直到有人急切而羞涩地在我身后 喊了一声 阿运姑娘 我回过头 认出是这些日子 一直帮我照应周鹏的青年立官 他鼓起勇气说 你也来看樱花啊 我知道有一个观景位很好的 你 他话还未说完 就被谢灵的动作打断 谢灵伸手 隔着衣袖 很自然地就扶住了我的手腕 他说 脚下有积水 小心 我在抬起头 只看见青年立官 怅然若失的神情 乌州的天很适合看烟火 我很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 看完烟火后 我站在原地 等谢灵给我买唐人回来 挑夫走灯 游人过客 山山光影过 我无意回头 却见悬疑男子立于灯下 不知看了我多久 才终于等到我回头 一眼春秋失色 魏巡摘下面具 一戴王侯 轻生如孔精是梦一场 他说 阿怨该回家了 十六岁的薛韵 还未被他冷遇 还未被魏都贵族轻视 还未因为替他政绩洪灾 失去第一个孩子 原来 这时候的他是这样笑的 不依金钗 却开怀明宴 魏巡猴头发苦 这是他的爱运啊 他不去深思 为何前世替价之事 没有发生 为何取妻之路辗转至此 只要能找到爱运 就已经足够 魏巡雅瑟道 你还不认得我 我是魏巡 来自魏都 与精灵薛氏 曾定下一门殷亲 此番前来 正是为了此事 他有许多话要说 却只能选最平淡的一句 魏侯魏巡 想取薛韵 仅此而已 我摇摇头 我非精灵薛氏人 我来自苗县 小门小户 你找错人了 你要找的人 是精灵薛云 我的眼神突然亮了起来 魏侯顺着视线望过去 如折仙般的白衣青年 举着两串唐人过来了 我小跑两步 牵上谢灵的袖子 背后都是冷汗 我笑着说 谢灵 我们回家吧 魏巡站在原地 浑身冰冷 他预备将心上女子 捧成世间第一等军侯夫人 愿意清静 一切弥补过失 但在这一瞬间 他才意识到 他从始至终疏忽的一点 重来一世 没有替夹 没有胁迫 阿玉还愿意嫁他吗 见了魏巡之后 我身上都是冷汗 却远比自己想得要镇定 我回去之后 入睡也并不像上次 在丹水遇见魏侯之后 那么辗转害怕 睡得很安稳 也许是知道 在乌州城内 魏巡带步走我 这里的人都对我很好 而且 谢灵在呢 我半夜口渴 起来喝水 适逢夜风吹响 眼角同龄 我推开门 木质长廊上 月光疏漏而下 我突然正住 谢灵就守在我的屋外 他屈起一条腿坐着 外袍如雪一般堆促在身边 正垂眼给手腕缠上白布 身侧压有一配件 但凡有风吹草动 谢灵都在这里 我眼底发热 慢慢走过去 在他面前蹲下 怎么不回去睡觉 谢灵道 今夜起风了 怕你害怕 只是简单的几个字 谢灵自幼聪慧 却不知音和声优惧 只能守在这里 才算安心 他递过来一份文书 我睁大了眼睛 这是一份 从精灵来的文书 意欲为无悦之地 选任一位女官 撕三更教化之职 并不是品阶多高的职位 但女官之职 实在少见 每逢空缺 总是群鹰争抢 凡收到文书之人 即刻动身 前往精灵候选 谢灵道 文书本该早些道的 次是将 乌州城的候选名额 留给你了 他让我告诉你 阿运姑娘 多谢你在乌州水患出的力 轻描淡写 但实属不易 你官一职 不仅品阶实权在握 且婚嫁知识自主 足劳也无法插手 谢灵一直知道 我害怕精灵薛家 依照我们本是一家人 再将我替嫁出去 若非谢灵将我引荐给次世 若非他在其中周旋 次时又怎会想到以这种方式来谢我 我正正地看着谢灵 原来这就是他一开始允诺我的那句 那就不嫁 即使是王侯求取 即使足劳逼嫁 我都可以拒绝 我轻声道 若是我候选不上女官 那怎么办呢 谢灵垂眸 声音平稳 那还有我 他说过的 他在 一直在 再回精灵 众人对我的态度 却截然不同 即使我歇脚客栈 也收到了 层出不穷的验帖 再往常是没有的 我才知道原委 当日薛家嫁女 魏侯亲自千里迎亲 本来也是佳话一则 谁料想 薛家女郎薛云 被传见下的昏厥 红盖透下露出苍白的脸 当众失忆 魏侯震怒 当场悔婚 他于丹水之盼道 如此胆怯懦弱女子 不配做王侯夫人 魏侯却没走 他又一次登门薛府 却是为了求取薛家 另一位女郎 薛氏妻娘 薛韵 精灵本家与我家 早已不相往来 却在族谱上 落了一笔名字 我在悟成这些时日 薛家一直忙着找我 人人都以为我回来 是为了嫁给魏侯的 羡慕我的好运 又忙着给我地雁天 抑郁讨好于我 谁都没想到 我是回来参与女官竞选的 能拿到文书参与的人并不多 来的都是无悦之地的高门贵女 且都素来有才女之名 竞选当日 薛云也在 但她的面色不大好看 体态更是销售 别的贵女路过她 都轻蔑一笑 薛云先被谢灵评判 蠢坏 又被魏侯当众婴 胆怯悔婚 她还能来选女官 并非别的缘由 因她是薛家最受宠的女儿 仅此而已 她被人绊了一脚 摔在地上 头上朱钗刚好滚落我脚边 是很好看的朱钗 我捡起来 交还给她 薛云抬眼 第一次喊了我的名字 眼中含泪含恨 薛云 我只是不想嫁给魏侯 我有什么错 你来精灵 本就是为了一门好婚事 两相成全 替嫁有何不可 薛云和薛云 实在是很相像的名字 直到现在 她仍然觉得 她在帮我 我静默里一瞬 来清灵前 我问我娘 什么样的姻缘 才算天赐良缘呢 她说你见了就知道了 一开始 我也相信你们薛家说的 为侯少年英竹 必为高门良序 在替嫁的路上 对她心生期盼 那时候 我和现在一样年轻 以为努力就能幸福 卫侯不喜欢我 为都比以我替嫁之事 大家觉得我身份低配不上卫侯 都不要紧 我会事事做到最好 但你知道我死的时候 才几岁吗 才26岁 这话说得糊里糊涂的 薛云睁大眼睛 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她不会懂我的话 我已经站起身来 女官选聘已经快开始了 薛云如何 前世如何 我不愿再牵扯上关系 我走出几步 却听见身后传来声音 薛云说 抱歉 你子应是 由德高望重的南阳县主 亲自审考 策论写好的时候 以过正午 日光书下 我将笔放置在笔托之上 县主恰好经过我的案记 停住片刻 却并不是在看我的答卷 我知道他在看什么 凡高门贵你 指尖略有薄奸 是恋情所出 但我手上 后简横生 是从前十场下地耕作所致 我并不引以为耻 任由县主垂目注视 一张张策论都被收上去了 周围的女郎也都一一被叫进去答事 到最后 偌大的考场 只剩下我一个坐在暗脊前的人 窗外已经暮色 我是最后一个答事的人 南阳县主的封号并非因复阴祖壁才得来的 而是真正有实际的女子 她亲手递给我一叠朱绿官服 上游女官腰牌 我茫然地抬头 我甚至还未来得及说话 她微笑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 县主到来精灵的路上 我听闻物周水患 本想去帮忙 到了那 发现一切紧紧有条 我路过镇灾周棚 看见你靠着梁柱累得睡着了 周围人都喊你阿韵姑娘 我当时就在想 不知你本名为何 直到今日 有份策论精彩绝伦 所言之物不输世间任何男子 卷上有名 薛韵 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腰牌就放置在我有后俭的手心中 县主眼中 违剑对后辈的勉励和契计 她说 气运不凡 温运良善 我很久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了 阿韵 希望你能将你官的位置坐好 我提着裙摆 快速往外小跑去 想要早一些和谢灵 分享这个好消息 她应当就在外头等我 我远远就瞧见一道挺拔身影 气喘吁吁地向她跑去 眼里都是笑意 谢灵 我要当官了 然而还剩十余步的时候 我却默然停住 笑意散去 那人转过身来 不是谢灵 龙张奉姿 为卫猴而已 只是从右手袖中露出被血染的烟红的白色绷带 一直缠到手腕 露了一些端倪 她受了伤 面上却丝毫看不出 只有唇色发白 卫寻向来是这种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的人 卫猴逗留南方知识 不少人知道 想要杀她的人很多 她这段时日 并不好过 卫寻似乎并未听见我说的名字 如贪恋般流连过我的笑颜 她说 卫都爷有女官 阿玉卫和不来卫帝 精灵无人不知 卫猴登门 用三成府库来做聘礼 求薛家是亲娘的婚约 然而不料遭拒 我站在原地 只为了卫寻一句话 谢灵呢 卫寻唇脚弦着冷意 谢家小儿 自有她的去处 她的侍从道 阿玉姑娘别被信谢的一张好脸给迷惑了 此人手段很毒 秘密将军侯的行踪送给北方诸势力 引来大批暗杀人员 军侯如今在精灵的每一刻 都是将命悬在刀尖上的 于卫寻心中 谢灵有诸多罪过 一于前世 胆敢寄予哀孕 好在后来客死西域 二于今世 左爱他与哀孕天定良缘 非诸不可 不是谢灵送出的消息 我轻声开口 风声于此刻停息 叶成曹公 重州徐公 松阳吴大人 都是我遣人送去的消息 是我送给你的仇敌 让他们自杀你 君侯 你该恨的人 是我 未寻骤然转头 一瞬不移地看着我 自从重生以来 我怕魏侯认出我 经历病气之前 做君侯夫人的所有习惯 可我方才一句君侯 他听了何止千万遍 直到这一瞬 魏侯才明白 站在他面前的事 陪他经历过十年的薛院 是因他而死的薛运 从头到脚 如被风雪积压上一身冰寒 丝毫动弹步的 他以为上天给他机会重来 是旧熟 是安刺 没能料想 原来是赎罪 他永远都得不到他的谅解 客栈明朗 即使是夜里 也清寒光亮 谢灵还未回来 我在挤上煮茶 煮的还是一味安神茶 谢灵一直有让亲信 跟随我身边 亲信和我说 公子多知近邀 事发突然 来不及当面交代 他只说 让你等他 那我就等他 但我先等到了卫侯 我并未让人拦住他 事到如今 一代王侯 却只敢站在株连外 再不敢进一步 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因我也不想看见他 只是有些事情 总要有个了断 风穿入堂 卫侯从初初开始陈情 当初宣誓拿你替婚 我十分愤怒 觉得受到轻视 因此冷落你数年 后来知道你好时 你已经不会像刚开始那样对我笑了 我未寻未做王侯 被传是父是兄 自觉受上苍鄙气 却何其有幸 最初能有你为妻 只是我年少轻狂 未曾珍惜 你在夜城被敌军俘虏 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 我征战多年从无败计 狂妄自大 我以为能够赶回来 能够来接你 谁曾料想 在赶回夜城的路上 遇见山崩挡路 终究晚了一日 我没能来得及救下你 王氏匹夫 拿你性命 让我用三成来换你 阿运 我不能换 他每得一成就要屠成 整整三成的百姓 我受命于天 为此王侯 我不能换 我没有办法 薛运 自自可血 他别过头 竟是浑身颤抖 泪流满面 他自诩乱世雄主 史书上应有他性命 然而自他死后 未寻回守江山 他无愧天下 为父薛十七娘 我轻声道 君侯 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 我未等他回答 只是平静阐述 唯有尾音卸出一丝颤抖 王氏匹夫 恨你至极 连同我这个妻子 也恨极了 命人将我活埋 你当初让人送来的披霜 我还不肯用 总觉得不到最后一刻 总会有希望 只是藏了些在指甲里 直到我被封关埋土 呼吸不能 痛苦地无以复加 才吃了你送来的毒药 原来与被活埋比起来 披霜尽是良解 何等绝望 我只是一个 想要好好活下去的女子 直到最后一瞬 却亲自了结自己性命 我亚瑟道 若非替假 我原本便如现在一般 是个最平凡快乐不过的小女郎 不必经历诸多苦难 君侯 不知你不想娶我 嫁你 也并非我想要走的路 朱连被风吹开 只能看见卫侯 唇角溢出的暗红穴子 痛彻心扉 她说 是我对不住你 无力补偿 无力回首 没有她 薛运本该有很好很好的一生 是她辜负 未寻 你罪无可恕 夜早已深沉 安神茶主到第三盏的时候 天边聊起了火色 照亮夜幕 我登上高楼 此处地势高 可见城东水域 连绵不绝的船舰相继燃烧 那是卫侯带来的船 未寻仇加多 待在精灵出世 是迟早的事 我并不意外 她之生死祸福 与我实在不相干 但谢灵还没回来 却有一声 安运传来 我平栏往下看 蜿蜒笑起来 谢灵就站在楼下 仰头往上看 清雅如松 夜里很安静 唯有清风即许 谢灵时接而上 往我的位置而来 转角的宫灯明亮 她的神情柔和 我才看清 谢灵并不如平日整洁 一身的狼狈 白衣鼓鼓肾血 连发丝都有被火炙烤的痕迹 她在我面前蹲下 小心从怀中爆出一只小猫 路上看见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恭喜我们爱运 当你关了 小猫如雪一团 憨太可喜 我俯身揭开她的衣袖 刀伤身可见骨 卫侯派人截杀我 我烧了她的船 事发突然 没来得及亲自和你说 不必担心 不过皮外伤 谢灵垂眸看我 低声解释 一句话盖过无数惊险波涛去 卫侯五年内来不了南方了 没有卫侯逼迫 没有薛家之骨 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生 会是很好很好的一生 好的让人有想要流泪的欲望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轻轻地说 精灵有传闻 不知公子听见了吗 说我俱驾卫侯 是爱慕你的缘故 谢灵正住 垂在身侧的手 漠然收紧 薛谢之间 沾亲带故 我初初时 为了和谢灵攀上关系 才叫一句表哥 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 我和谢灵同行这样久 非议的人不是没有 只是没人敢传到他耳中 他许久才道 坊间传闻 不能过耳 我会亲自前去处理 免伤你归遇 我看着他的眼睛 轻声道 倘若 不是传闻呢 倘若 谢灵 我真的心愿你呢 风雨月雨云 都在寝客之间止住 谢灵突然伸手 我栽入她的怀中 瞬间被滚烫轻烈的气息包围 不过刀伤苦楚 病弃过往绝望 我好像等了有两辈子那么长的时间 才听见她说 低暗而欢喜 谢灵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得偿所愿 一生错过 一生重逢 还有一生可以期盼 风将前程往事都吹散 只剩下月明露青 我的人生 还有无数个可以期计的明日